沾滿墨水的毛筆 在大師手中運筆自如 一氣呵成的完成一幅作品 來自日本的書法大師現場揮豪 展現精湛的書法記憶 日本也帶來傳統的鈴鐺閃表演 為日本鳥曲縣書道聯合會 與台中市書法協會的交流展揭開序幕 那我們希望這次的活動 歡迎市民朋友都可以來觀賞 那也希望促進我們台中市 跟日本書法交流更多元的發展 邀請到就是說 我們國際的一個做一個交流 那過去在台中市書法學院 他們也有帶我們 就是我們國內的一些藝術家 到我們日本鳥曲縣那邊做交流 台中市和日本鳥曲縣的書法情緣深厚 曾在2008年和2012年 在日本鳥曲縣進行書法交流展 而這一次的展出 也延續了之前藝文交流的傳統 共有上百件的書法作品參展 要讓民眾一保台日書法的藝術之美 共展出的作品一共有接近160件 那中日的這個書法的風格 其實它還是有很明顯的不一樣 日本這邊他們是比較善用於淡漠 我們這邊風格是更是很多元 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造詣非常高深的作品 真是一場對我來講就像一場很豐盛的心靈的祥願 這次的展出作品中 不但匯集了日本書道聯合會中各家流派的作品 台中市書法協會也提供了老中青三代不同書協體的作品 這次的書法展風格多樣而豐沛 民眾不妨可以把握機會到場欣賞 記者陳昭安台中採訪報導 詞致理說實講